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讯息 4月11日 苏丹首都喀吐木突发军事政变 苏丹总统奥马尔巴西尔被迫解职下台 私人武装禁卫队也被解除 目前巴西尔和亲政府人员已被军方软禁在家中 当天五间十分 苏丹武装部队冲入喀吐木逛播电视台总部 截断重要交通枢纽要到并控制了电台 密集调派封设装甲部队 苏丹国防部长奥夫通过广播对外发布宣告 苏丹进入为期三个月的紧急状态 机场停运 边境关闭 并成立军事委员会 两年过渡期有效 一时群情激愤 民众集结总统府大楼抗议示威 高呼倒下的口号 场面失控 引发了大规模骚乱 这是北非国家今年爆发的第二次军变行动 上一次发生在阿尔及利亚 3月8日 数万名愤怒的示威游行人员走向街头 要求老太龙中已经执掌国家近20年的总统布特弗利卡下台 据统计 仅一个月内 阿尔及利亚就爆发了三起大规模示威游行 情况异常严重 1. 奥马尔巴西尔 也是一个老太龙中的国家领袖 他的执政年龄比布特弗利卡 还要多十年 算得上元勋级领袖人物 1989年任职第七届苏丹总统以来 他把持朝纲数十载 却被国内外认定为独裁统治者 2009年3月4日 巴西尔涉嫌战争罪 反人类罪 被海牙国际刑事法院通缉 曾在参加南非一项经济会议时差点被逮捕 迄今为止 这也是国际上首次对某国元首发出逮捕令 巴西尔为何如此声名狼藉 细细数来 终究是因为独裁和执政无为导致 他领导苏丹三十年 国家衰落 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保障 有的只是动乱 贫困 民不聊生 造成军事政变的原因是多样的 经济问题是首要问题 近年来 苏丹的经济屡屡下滑 形势堪忧 在世界200多个国家中 属于最失败的 此前一份失败国家列表 就将苏丹列为最不安全的国家 工业停滞 农业未见起色 货币严重贬值 通货膨胀率高居不下 一些重要资源 如汽柴油供应部族等现象频发 水 米 面 糖必须物资价格提高 商人囤积居齐 百姓的饮食起居 都得不到保障 南苏丹石油丰富 城市富饶 被苏丹经济卸 美矿力下 国家衰败 百姓叫苦不迭 苏丹首都喀土木 这一切都是巴西尔造成的吗 是 也不是 古稀有余的巴西尔 一直在网救自己的政治生涯 18年曾多次重组内阁 积极实行改革计划 通过调整外汇管理机制 刺激出口 货币金融监管 寻求外援等手段挽救危局 但总体收效甚微 苏丹犹如一个病入高荒的年迈老者 任何手段都不奏效 国内紧张形势 也不容许类似大规模改革 潮浪滚滚 民众忍耐已达到了极限 宗教情绪飙涨至临界点 危机就变成了危局 尤其在苏丹这样一个阿拉伯穆斯林国家 信徒们揭杆洗衣 是极可怕的事情 即会游行引发的军事政变 对巴西尔来讲 是反独裁的最好立正 2. 苏丹长期遭受美国的经济制裁 美国财政部和相关金融部门 以恐怖主义的名义 严查苏丹国资金流向 原本很多国家与苏丹的正常经济往来 也因美国制裁备受阻碍 或直接取消合作 或面临高额罚款 更甚至监禁经济学者和商客 平息于清平之末 蔚蓝下暗藏汹涌 当北部阿拉伯穆斯林 受到先进思想的教育 情形会更糟糕 这里所指的先进思想 即美国民主 或者说西方世界的所谓灿烂文明 无数律政表明 西方社会通过民主思想的植入 拨失了贫困国家的灵魂 苏丹的经济危机 也跟美国脱不了干系 受南部基督徒和美国民主思潮激变影响 加之国内经济下滑 民众极易被策反蛊惑 美国政府的金融制裁和文化侵入 已严重阻碍了苏丹本国的正常发展 使作用者仍然高举民主自由大旗 对别国事务进行干扰 须知 民主要考虑现实情况 若强加复制其模式 采取霸权统治 击凌弱小国家 所谓正义 就是别国的灾难 是逍遥法外的借口 连同苏丹在内 北非诸多国家都遭到了美国制裁 阿尔及利亚 而且 政变前 政变中 政变后 都有相同性 这次也一样 首先是一国起义流行 进而发生骚乱 然后迅速蔓延至周边国家 总统纷纷解职下台 刺杀机要人员 反对派执政 魅战不休 大规模伤亡后 掩齐息鼓 这样的变革模式 在北非地区很常见 苏丹军变 也与阿尔及利亚的政变 有直接关系 大大激发了人民内部矛盾 蝴蝶的翅膀稍一阵动 就山呼海啸 风暴不止 当年阿拉伯之春 蔓延了整个北非地区 由突尼西亚茉莉花革命为诱因 如星星之火迅速了卷了阿拉伯世界 埃及总统穆罕默德 最先引就辞职 武装委员会夺取政权 利比亚则直接爆发内战 卡扎菲及其亲党被暗杀 叙利亚战争持续半年 美国获利颇丰 随后 萨利赫下台 和台达 伊布 爆发示威游行 终结了一个王朝时代 巴林 叙利亚战事连连 动荡不安下的北非 总计造成百万人伤亡 声势滔天 坦绝人寰 而在这百万墓碑之下 掩藏住的是美国计划 四 一春之后又一春 如今的苏丹 正是曾经的突尼西亚 海湾国家拥有世界最富饶的资源 却也承载了世界最深的战争毒害 有这些不稳定的根源 战乱才会无休无止 乱 对世界和平而言 百害无益 对别有用心的人来讲 正是趁机竭力的光辉时刻 苏丹果真成为风暴远的话 美国不排除军事入侵的可能 美军入侵的目的 大致可以理解为重建一个亲美政府 趁机发国难财 军事物资 战创药品 武器弹药 最坏的情况是苏丹军队内部高层 与美军有密切交往 未来可能连军队性质也会发生变化 委内瑞拉不正是美国铁蹄剑踏下的失败国度吗 但战争的结局 终究是残酷的 百姓始终是最大的牺牲者 一味责怪美国 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只有国家内部出现急患 别有用心之人才有可乘之机 越是一穷二百叮当响 越纷争不断 巴西尔执政三十年搞独裁统治却部长军 不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吗 其人不祥自哀而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而不见之 已是后人而负哀后人也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即便是所谓的西方文明国家 暗中导演这一切 也洗脱不了领导能力下降的嫌疑 美国复制战争模式后 沙特阿联酋北约会相继出兵 到时候场面就很难收拾了 北非地区的至暗时刻已经到来 忠心祈愿在苏丹的中国侨胞平安顺利 前线记者人身安全和平 永远是我们最大的西纪 赴中国驻苏丹大使馆联络资讯 已被侨胞所需 地址 卡土木ALMASIA 区多哈街 信箱 POBO X1425 KATUM SUDAN 电话 00249-91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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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24小时 领导支班电话 00249-099-0111127 五关处电话 00249-0183272681 到时候 队箱